你好 师父 我妈妈们突然又发病了 然后就是她这种反复犯的过程 就是会不会就是消掉很多结呀 消结归消结但是受也折啊 折瘦的 就是她过去 因为她过去啊这些业障啊 在她心中翻腾啊 身上翻腾你听得懂吗 身上翻腾 所以你真的没想到 要抓紧啊 要抓紧念经的 明白吗 要抓紧啊 我们就是发现要好好的就是修 一定会努力的 她都犯了好几次了 对呀 发病 你记住我一句话 过去造的阴啊 不是这么容易消的 明白吗 所以一个人不要随随便便造阴啊 明白吗 师父呀 她现在其实有活都能干还挺清醒 清洗的 您能跟她说句话吗 嗯 嗯 她现在其实有的时候一阵糊涂一阵清晰 您能跟她说句话吗 她身上有灵性啊 没关系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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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卢台长 我是卢台长 你可以想说话 你说 你说师父 我们会好好修的 我会的 你以我变卢台长了 卢台长 你说 你说你一定精进 我一定精进不退转 你不要往后面的想 你能听到什么 好吗 嗯 而且感恩师父 我真的没想到弄大头 啊 没关系的 她身上那个人还在 她身上那个人还在 跟她捣蛋 是 哎呀 感恩师父 我真的没想到弄大头 你记住了 你妈妈呢 就是 她一直在折磨你妈妈 但是问题呢 就是说 死嘛 死不了的 但是弄它弄得了 这个样 明白吗 这个就是感情 因为师父 我们是火 师父我们修行 真的就是有一个 特别精进的大方法 在引领我们修行 也是特别发心 被师父 弘扬 就是 努力的修行 然后由于她 就是 她吧 我希望她 我希望妈妈 能够更加努力 能够别有负面的心态 要坚定的修下去 她长啥修了 她其实她是 不论你啥修了 她其实也是 挺重的 你记住了 她就是通灵的心态 不要去跟任何通灵人 有关系 你们就是 嗯 知道 追求通灵 所以才会 妈妈这样 听得懂吗 嗯 是的 知道师父 嗯 咋修 你叫你妈妈 每天好好的念经 就这么修 叫她好好的 脑子里想 每天要想 一百件 善事 嗯 每天做一件善事 就往碗里放一颗豆 看看她一天能做几件善事 明白了吗 知道了 师父 感恩师父 她现在就只能这么修 她身上这个灵性 不把她去掉的话 她正常不了的 你明白吗 嗯 知道了 师父 嗯 好了 好好你 师父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就是 你保佑她能够快点好吗 你记住 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人自己造孽 对不对啊 造了这个业 对不对啊 业 人亡业都不亡 你想想看这个业多厉害 人死了这个业都不会亡的 所以就是只有在人活着的时候 拼命的还债 削业 那你才 以后走掉了 你都才不会有这个业跟着你啊 所以在业往生 就是 你这个业啊 在他身上了 你 你走的时候 这个业都在你身上 搓都搓不掉的 所以千万不要造业 所以一个人呢 在骂人的时候 打人的时候 做恶的时候 对人家不好啊 因人家 搞人家的时候 他实际上这种业种下去了 他一定会长寿的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师父 我们2012年开始修的 一直会坚持下去的 任何困难 我都不会放弃的 师父 我会努力的 我和妈妈都是您的弟子 刚刚已经 然后我是 刚刚给你妈妈已经加持过了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你看他老师了吧 现在 现在老师了 嗯 对不对啊 对对对 刚刚还在狂乎乱叫 现在老师了 就是告诉你说 就是业了 要靠自己来削掉 自己不削 嗯 那是 啊 别人替你削业 那实际上 这个本身就是一种 啊 动因果 我教你方法 嗯 啊 我可以给你加持 但是最主要还是靠自己 明白了吗 知道师父 嗯 我觉得这样 明白了师父 嗯 我们会努力的 好吗 师父 师父 我们的莲花 没问题 师父 嗯 我帮你妈妈看看吧 你妈妈 她在20196 20196 嗯 莲花都还在 莲花在的话 那那个灵性 一定会走掉的 你好好念吧 好吧 嗯 感恩师父 特别给你看的 今天不看图层 明白吗 感恩师父 师父大慈大悲 嗯 我会好好努力的 好 好了 谢谢师父 这种病 灵性走掉就没事了